并不是像是诉讼程序 法律关系的定性 诉讼离婚 收养关系的解除等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都应当适用法院递法为准据法 当纠纷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 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 和其他在我国法律规范中 具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则应直接适用我国的强制性规定 在室外合同纠纷中 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 合同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如果没有选择 那么将会适用旅行义务 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或者其他与该合同 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并不是 我国法律如果没有明确规定 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法律的 当事人自行约定适用的法律 这种约定是无效的 并不是 在当事人可以约定 法律适用的情况下 冲突规范中 如果明确规定了连接点 那么当事人还需要 在规定的连接点范围内 选择其所指引的准据法 涉及港澳民事关系的法律 适用问题 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可以参照适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法律规范 而就涉台民伤式法律关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台民伤式案件 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确定适用的法律